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 臣惶恐 左城 阳间 阳皇后 此时事关重大 能否将仪诏拿给臣看一看 放肆 昭月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先帝仪诏 难道是质疑仪诏有假 臣是为了大舟着想 众所周知 阳间乃皇后父亲 皇后自然向着阳间说话 那太后之言 你该不会怀疑了吧 那是自然 太后 此却为先帝一诏 尔等无须置疑 赵月 如此 你还有何可说 既然太后开口 臣 无话可说 左承阳间 还不快领旨谢恩 臣 看你们哥哥喜笑颜开 可是有什么好事 见过左承夫人 高大哥 你这是 对啊 这是怎么了 看到我一头雾水 就是啊 你们别再看来看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今日早朝 太后颁布先帝一诏 封大哥为贾皇月 左大丞相 坚国辅政 真的吗 为何如此突然 怎会有先帝一诏 怎会选大哥做俯卧大臣 你的疑问还真多呀 这先帝遗诏 太后说有 必然就有 至于为何选你大哥 你难道怀疑你大哥 没这个能力吗 不不不 当然不是了 我大哥做俯卧大臣 自是实至名归 只不过事出突然 我就是太激动了 词不达意 今日总算尘埃落定 一切忧虑 都烟消云散了 大哥 恭喜了 恭喜大哥 恭喜大嫂 没什么可喜的 正所谓 获惜福所以 福惜获所福 您也不必太过高兴 大哥 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大掌公主 此言差矣 大郎所言非虚 如今这大州内由外患 主少国义 这一道遗诏 无异于是将大州的江山社稷 押在了大郎的肩上啊 只怕日后 那几位亲王和赵月等人 更会处处针对大郎了 倒也不必太过惧怕 至少如今有了权力 便犹如利剑在手 终归是有了与他们抗衡的力量 他们背离民心之围 定是长久不了的 话虽如此 但赵月一党如今还在朝堂上兴风作浪 我只求将精力用在匡府国本上 而不是浪费时间与他们明争暗斗 大郎 你放心便是 我 还有那些老臣们定会支持你的 是啊 不肖多事 定会将那些害群之马赶出朝堂去 说得对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就是 赵月一党已有所行动 我虽为左大丞相 可毕竟暗箭难防 他们定会为了争夺辅佐右帝的权力 而使出更阴狠更毒辣的手段 故我决定 与其同他们无休止的争斗猜疑 倒不如正面来个了断 大郎 你终于想明白了 赵月一党蛊惑先帝 获国殃民 早该出之而后快 赵月一党在宫中盘根已久 新帝年幼 根本无能力动他们分行 即便大郎有心辅佐 亦难免受到掣肘 为今之计 唯有铲除恶党 才能天下太平 可那五王站在赵月那边 他们毕竟是皇亲不太好对付 大哥大嫂 你们有何打算 此事 关乎诸位的身家性 与后世生命 此事体大 故我之前不得不一再慎重 而如今形势已迫在眉睫 我相信 以我们积蓄了数年的力量 足以与赵月一党相抗好 杨大哥 我杨肃早已叙事待发 就等你发号实令 二弟 大哥也早有此意 即便今日你不说 我也会提此建议 好 杜国大哥 徐州那边便有劳你去联系了 切记 藏金之运用 及各州府兵之调动 均需配合好这边的行动 好 好 雍儿 广儿 此事 恐怕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我们身为杨家之人 自然没有置身事外的道理 无论何事 我定跟随父亲 母亲 我也是 大哥大嫂 此事不止关乎杨家成败 更是天下苍生之期望了 我杨爽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好 难得四弟你身兵大义 那就有劳你明日 带着勇儿 广儿出城一趟 尽快联络我杨家救护 确定一下我方 究竟有多少兵力 好 至于御池叔父 和那些死忠大舟的老臣呢 此事你放心 我会与家父一一去说服他们 好 我同你们一起去 那我便去监视赵岳等人 查探他们有何动静 好 大家同心协力 何愁大事不成 今日 我阳间在此 以薄酒一杯 谢过诸位 皇宫中帝 不得带兵入内 速速退下 太补 我要求见太皇太后 你先让开 太补带兵前来 是何用意 不需你管 推下 我若带兵直闯 就凭你们几个 挡得住吗 把刀收起来 是 送去通知总成将 是 杨大哥 杨大哥 王河那边传来密报 赵岳以达 已带领他的抚兵 进宫了 他们这是要逼宫 赵岳终于动手了 太补 诸位亲王 你们如此兴师动众 待诸多府兵进宫 意欲何为啊 回禀太皇太后 臣等为大周江山冒死觐见 恳请太皇太后下旨 霸除阳间左大丞相 于监国之职 好一个冒死觐见 赵太补和诸位亲王 身着戎装 手持利剑 不知 今日若是太皇太后 不应与你们的觐见 死的 会是谁 太后此言 是欲献我等 于大不一吗 难道不是吗 自然不是 臣蒙先帝不弃 不认识 临终前 将陛下于大周江山 托付于我 因此即便太皇太后误会 臣等也不得不冒死觐见 臣等恳请太皇太后下旨 罢黜杨间 重新选定辅国大臣 请太皇太后下旨 请太皇太后下旨 杨间监国 是先帝遗诏 哀家纵是先帝母亲 也绝不逆先帝之意 先帝在世 曾屡次斥责杨间居心叵测 先帝圣明 怎会把江山交付于杨间之手 放肆 依你所言 便是哀家假传遗诏 即便遗诏有假 也是杨间所为 与太皇太后无关 哀家不相信杨间是这样的人 杨家世代中烈 杨间与五弟又是八败之交 就算天底下 所有人都背叛先帝 但那杨间不会 至少此刻 带兵闯入我洪圣宫的 不是杨间 而是你们 依哀家看 的确有人要谋逆造反 但并非杨间 而是你们 太皇太后所言 臣等万不敢当 但臣受先帝大恩 如今情势危急 去便宜行事 你要做什么 太皇太后放心 臣等绝对不会加害太皇太后 和陛下 带走 放肆 你以为抓了我们便能威胁我父亲吗 你休想 是吗 那臣倒真想试试 带走 赵月 你若敢动我 我立刻血剑洪圣宫 不出半日 你逼宫害死太后 皇帝恩养之母的消息 便会传遍整个长安 到时 我看你当不当得起 这个谋利大罪 是 传我之令 回报太皇太后 太后与陛下周全 从即刻起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任何人踏出洪圣宫一步 是 你们可算回来了 宫里形势如何 赵月如今软禁了太皇太后与皇帝 他们人多势众 守卫森严 我们暂时无法突破 大哥 我与永儿已分头联络了杨家救部 他们今愿听从大哥调进 我也联络了韦孝宽 还愿意带领手下两万副兵 助我们起誓 此刻 大军已驻扎长安城外 只需你一声令下 即刻进城绞杀赵月 另外 徐卓大哥一直运用藏金 安装屯粮 打造兵器 随时可供应用 好 有了这些兵力 再加上得当的调度 何丑大事不成 铲除奸臣 还天下太平 没想到 如今进到了这个局面 想我北国公主 下到大洲 从王妃 皇后 太后 走到这太皇太后 想尽了一生的荣华 眼下 请落得如此下场 昭月毕宫直逝 不久便会传到杨家 父亲定会来救我们的 救与不救 又有何区别 母后这是何意 即便今日逃出这淋雨 他日又会被关进来 我们孤儿寡母 平原都是受人拜扮 母后 为今之计 只有找一位 年富力强的兴君 才能带领着颓废的大洲 开创新的局面 凭我们 是无法做到的 母后 是想 将皇位 传给某位亲王 自然不是 他们狼子野心 眼中只有对权力的迷恋 如何治理得了国家 若将皇位传给他们 我们的性命怕是不保 尤其是产儿 他们必定除之 以绝后患 那母后意下如何 五敌文韬五略 但这一生却都在忌惮阳间 甚至是嫉妒的 阳间 确有九五之才 这些年 为大洲立下赫赫功勋 若没有他 大洲怕是早已覆灭 也只有他 才能保我们性命无虞 不可 为何不可 父亲是外妻 若上位 会遭天下人的耻笑 他没头没脚 何来耻笑之说 我也是自愿善为于他 杨丽华 我与你相处多年 并不是不了解你 比起独孤家罗 你野心更深 是 但你却不及他聪明 知事理 嫦儿为帝 你为太后 若阳间为帝 你只为公主 你亦难平伴 是又如何 父亲一生忠义 他必定不会答应 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阿勇 我经历了 我相信这个决定 一定会支持我的 我这一生 终于做了一件 令你满意的事 太皇太后真是不识趣 居然软硬不吃 照我说 干脆杀了他 太皇太后杀不得 他一死阳间的监国之位 就算坐实了 如今我们起兵是清军策 若到那时就真诚谋反了 太普说得对 坐 如今他们被软禁在洪圣屋 我们可从长计议 商量对策 虽然我已下令封锁了 他们被软禁的消息 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情 即便撑过今晚 明日早朝大臣们 亦会发掘异样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先下手为强 太普 可有个计划 师父 怎么了 师父 杨坚已调动四方兵马 正准备进攻 什么 不行 形势紧碰 若被他们救走 太皇太后与皇帝 我们便毫无撑罢了 召集兵马即刻进攻 好 你后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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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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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儿 周月 你是强弩之母 还不束手就擒 杨坚 你确实厉害 可如今皇帝在我手中 你能奈我何 太皇太后 太不快下旨 叫皇位善为于我 否则我现在就杀了皇帝 赵月 你杀了皇帝 也别妄想出这洪圣宫 是吗 我若一直挟持着皇帝 岂会出逃无门 因此 正月 有病 尽其他人 林老帝 帝 打人 天下大乱 急需能人之事 带领大舟重现辉煌盛景 我宇文家 尽力保全大舟 但已无力回天 现哀家宣布 将皇位 膳位于阳间 太皇太后 不可呀 阳间 五弟生前 与你情同手足 你的人品 能力 都无须置疑 这些年 你为大舟担惊劫 立下了汉马功劳 也只有你 能担此大任 国家兴亡 大丈夫该迎难而上 你莫要推辞 我杀了你 小心 不可 女人品 是 以为你 多顾兄 大哥 家罗 我活不成了 以后恐怕 不能再保护你了 大哥 撑住 别难过 大哥这条命 早就开绝了 是父亲 母亲 放心不下你 再 再一直保佑我活着 来守护你 我要去找你嫂子了 她独自一个人走得早 孤孤单单的 太冷清了 不行 你不能走 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的 我求求你别走 一定要撞下去 我 阳间 从今以后 不能再陪你们作战了 我把家罗 全托付于你了 大哥你放心 我阳间凭尽全力 以后我家罗一世周去 盈娥 让你等了那么久 我这边来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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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别走 你不要丢下我 大哥 大哥 人死不能复生 姐 大哥若在天有灵 看到你这么难过 他也会不得安宁 他希望你好 大哥从小就很疼我 独孤家出世后 他没有过上一天 爱生日子 他为了护我周全 战战兢情 如今还为我而死 我原想到风不平息之后 他便能同从前一般 选择逸快我 可他终究还是没等到 大哥临终前 说他思念大嫂 相信他们此时在一起 团聚了 是啊 我大哥 等我大嫂终于可以团聚了 我们一家人 终于可以团聚了 我们一家人 终于可以团聚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如今 这一步棋 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这大舟早已无药可救了 即便他不走这一步 即便他逃过此劫 朝堂之上尔虞我诈的争斗 对于他而言何时才是个头啊 如今让二帝上位 看似不合情理 但除他之外 也无人能当此大人了 什么大人啊 我那皇嫂定是被吓风了 我宇文家的天下 如今改姓杨了 我昨日还是大长公主 可今日我算什么 大哥称帝 拿二郎三郎便会封为亲王 那我们便是王妃 王妃 听上去还不错 国家大事 怎容你们如此吸引 好了 珠儿 你就少说两句 不知大哥大嫂如何看待此事 没想到 太皇太后居然使出这一招 不能答应啊 不能答应啊 玥师将军 您这是 老臣随太祖打下这江山 太祖临终前 将这江山托付于我 我不能看着这天下改姓阳啊 大郎 你是臣子 妾不可答应继位 这天下悠悠众口 定会将你传承 你万万不可答应啊 玥师将军 大郎亦欣慰大舟 所思所念皆是百姓的福祉 如今是太皇太后善位 何来窃国之说 便是太皇太后善位 也万不可接受啊 太祖在天有灵 如何能暗 这天下改姓 定会让太祖魂魄不明啊 玉师老将军 是江山和姓重要 还是这举国百姓重要 他们说了都不算 我要听你说 你父亲权下有志 断然不会同意你继位 难道 你要令他也死不明目吗 在这乱世之中 你要当机立断 建功立业 天将大任 你不能逃避 为天下苍生豪杰 理应当仁不让 时机已到 大郎 你要记住 你要为生势而征 你要为生势而征 怎么 你果真有继位之心 叔父 大郎 大郎 当以天下为己人 好 好 杨忠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儿子呀 皇权之下 你该如何向列祖列祖交代 你便是答应继位 也无妨 我会去求太皇太后 收回成命 你 他要是劝动了皇嫂 我还是不是王妃了呀 你少说两句 大郎 这皇权 我们不整 但若降下这大人 我们亦不推辞 父亲说 顺应天命 我们便顺其自然吧 小龙 知我莫若你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豫迟将军 太皇太后 不可 万万不可呀 豫迟将军 我知道您为何事而来 但我心意已决 难道 您要眼睁睁看着天下改姓了 从前我也许不肯 可是我看到杨坚等人的态度 我肯了 若是他一口答应 我还有所犹豫 如今看来 他们的确是忠肝一胆之事 大周交与他 我放心 阿雍也会支持我 荒唐 荒唐啊 世上就有你这样的太皇太后 将自己家的江山拱手让人 太祖 我们一同打天下 没想到 这天下 老臣终是没有为您守住 那不然能如何呢 您是老臣 您与太祖一起打下这江山 可这江山 先被宇文户一挡掏空 又被赵月一挡染指 您在哪儿 您做了什么 若是江山稳固 谁会愿意拱手让出 可如今这局势 即便是太祖 他也不会吃手 天下大乱 能者上 为了百姓的安康 我没做错 是啊 大乡 大乡 成如今这局面 老臣 难辞其咎 太祖 老臣无能啊 但 老臣 仍要为你死守住这江山 于是将军 天下姓宇文 便不能改 老臣 自当拼尽全力 守住这江山 于是将军 于是将军 你看这 这又老臣 对没有人 大仗 来的是什么 大仗 对 对 是的 没准手 我跟你说的 你说是 我还认得 我 是 是啊 我说这 我还认得 我还认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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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左城 左城夫人 御池将军 起兵说要平乱 眼下 已经快要到沁水了 该来的躲不过 御池将军对太祖 忠心耿耿 他定不会看着 宇文家江山旁路 大郎 这一仗免不了 大哥大嫂 我父亲已经年迈 请你们看在柔儿的份上 切不可与他开战 大哥大嫂 他毕竟是我的乐章 这 你们莫急 御池将军个性耿直 怕是此时 听不得旁人相劝 唯有先将他拿下 日后再慢慢劝导 大嫂 刀剑无眼 一旦你们开战 无论 无论哪方受到损失 我与二郎都无法自处 请大哥大嫂亮景 弟妹啊 御池老将军 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无论如何 我定不会伤的 只是眼下的局势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 只能免为一战 荣儿 事到如今 咱们别听大哥大嫂的吧 大哥大嫂 荣儿 求你们 千万不要伤害我父亲 快起来 快起来 高大哥 你带领杨肃四郎前去迎战 尽量劝服老将军 如若不成 只可活捉 气急 千万不能伤了老将军 领命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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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迟说 想了吧 我御迟久 戎马一生 没想到 今日会败在你们手里 这便是天命了 我知道 将来 阳间一定会是一位 亲政爱民的好皇帝 但我御迟久 一生难失二主 既然我与太祖一起打下的江山 已经覆灭 那我 也无言苟获于人世 太祖 御迟就尽力了 我这便随你而去 御迟将军 御迟将军 徐 ses 御迟将军 乃开国功勋 无朝重任 征战沙场 平定天下 欧薪丽血 辅佐帝君 实乃大州之国主动量 无奈 天不假年 如今他驾鹤西渠 实乃大州之商 百姓之爱 我杨坚 在此离世 若他人 天下归心 必还百姓一个 太平盛侍 以为他在天之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坚 杨坚 你让我单独与父亲待会儿 也好 若你有什么心里话 就同父亲说说 切勿别在心里 你让我单独与父亲待会儿 你让我单独与父亲待会儿 命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坚 很有心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坚 林佳 头了 你真的 是文青 姑姑 你真的是文青 姑姑 我是文青 文青 文青 你回来了 文青 姑姑 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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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青